擦碟以後呢 我們就先把解體弄到這個棉棒 然後把解體弄到這裡面 然後它接著來就是會有一個kit 就是它會把這個kit就是滴到裡面來 它就是這樣採檢 就是類似這樣採檢完以後 這個滴劑就會滴到kitkit裡面 對 這個kit就會插到這裡來 這裡有一個插口 對 有一個插口 插口以後它就像一個機器運轉 20分鐘以後它就出來了 基隆市立醫院院長王惠君說明如何使用 這一台移動式PCR儀器進行新冠肺炎檢測 因應雙北幼兒園士生群聚感染事件 基隆市長劉悠昌說明有一名確診者 案16143乘到基隆新北交界處的五堵隧道騎自行車 雖然研判風險不大 不過劉悠昌還是決定加強校園防疫措施 包括落實通報與監測機制 及生病不上班不上課原則 劉悠昌也宣布建立快速打擊機制 由基隆市立醫院醫護人員 攜帶移動式PCR儀器入校 針對個案進行檢測 20分鐘就可以獲得結果 我們就是會採取這個試衣到學校裡面 然後去幫這個採檢 然後用這個機器 那只要20分鐘就可以得到PCR的一個結果 那針對這個重點的一個對象 進行快速的一個篩檢 那因為它比一般的快篩的試劑 的準確度要高 就是跟醫院是一樣的 針對學生施打疫苗部分 劉悠昌也宣布 9月23號起 將從經國武專部以下高中職 國中及國小六年級 約1萬多名學生入校施打BNT 這幾天將寄發通知書 家長可以有4天的時間 考慮是否同意讓子女施打疫苗 學生BNT疫苗施打的一個規劃 我們本市將會在9月23號 依照中央防疫指揮中心 所規劃的一個期程來開打 那我們將會從高中職 以及五專的一個學生 那在我們基隆就是經國學院的同學 來開始進行施打 那我們是採取入校集中施打 的一個方式來進行 中央有統一的這個醫院登記 或者調查的這個格式下來之後 我們會發給學校 那大概會有4天的一個時間 然後家長可以做這個思考跟考慮 那之後這個學校做回收 回收之後 由我們教育單位傳送到我們的衛生局 由衛生局統一造冊 然後來進行施打 聯合昌也說明疫苗施打第八輪開放申請 基隆市民預約狀況 針對75歲以上已達第二劑疫苗施打時間 還沒有在平台完成預約者 基隆市政府將在9月10號即發通知書 從9月15號起一連三天 採取集中施打方式服務長者 我們規劃是在9月15、16、17、3天 那造冊的人數是10901人 我們會包括他上平台預約的這些人 也一併全部都會造冊 那全市七區各里的時間的規劃 那我們會在9月9號也就是這個禮拜四來進行公告 也會直播來跟所有的市民朋友來做報告 那施打的一個通知單發放的時間是在9月10號 也就是這個禮拜五開始 會這個發送到各個家戶 劉友章強調 基隆與雙北同屬共同生活圈 民眾往來互動頻繁 因此必須採取更為嚴格的防疫措施 料提從寬超前部署 才能有效阻絕病毒威脅 保障市民安全 記者張祈腾金融報導